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曾故意爆料私生活问题 但是也没有实锤 也没有人愿意相信 毕竟任佳伦的老婆也会经常跟任佳伦在剧组 有媒体拍到了任佳伦陪同妻子商场购物的画面 这对夫妻也是罕见同框了 从媒体曝光的视频当中看到 当天任佳伦穿的黑色羽绒服外套 而且还戴着黑色的口罩 打扮比较低调 应该也是不想人认出来 任佳伦开着豪车带着老婆聂欢更应一位好友前往某商场 关于任佳伦的老婆网上消息也是不少 不过真正的长相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次罕见出镜也是让人好奇 当天聂欢穿着白色的针织毛衣外套 身材挺瘦的 看起来比较娇小 不过由于聂欢也戴着口罩 所以也看不清正脸 就是感觉看起来挺温柔的 气质很不错 不过任佳伦只是把老婆送到商场后 她也就独自返回地下停车场了 并没有和老婆一起逛街 大概也是担心被认出来吧 不过很快聂欢与友人就提着几个购物带来到了停车场 似乎是有目标的购物 而不是闲逛 聂欢走向任佳伦的座驾 几个人很快就一起回家了 看来任佳伦这次的出行主要是给老婆当专属司机的 真的好甜啊 虽然当初任佳伦自曝结婚生死的时候 网上对聂欢也是各种揣测 什么接孩子逼宫啊 逼着任佳伦公开之类的 但其实从任佳伦总侯到现在 感觉她的老婆一直都挺低调的 跟剧组其实也是蛮正常的 也可以让任佳伦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打扰 跟组的话除了可以曾经夫妻感情 也可以把孩子待在身边 避免父子之间关心生疏 不过任佳伦本身就因为在大唐荣耀中表现走红 当时剧中的广评王一绝备受观众喜爱 也圈粉无数 只是由于她公开结婚生子 所以事业一时陷入瓶颈 不过这也证明她是有担当的男人 其实尼环之前是一名演员 不过自从和任佳伦在一起之后 她更多的似乎都是做一些母后的工作 后来结婚生子更是如此 现在完全就是任佳伦背后支持她的那个女人 两个人都非常低调 即使总有一些留言想要伤害她们 也一直都没有成功 有消息称任佳伦曾经在机场的时候 跟粉丝透露有二胎的打算 不得不说啊 这个偶像也完全是不拿粉丝当男人了 不过有二胎计划也是蛮正常的 毕竟林一胎出生也有段时间了 却内生二胎的明星夫妇也更是不少 虽然播出了不少作品 但是任佳伦的代播作品还是有不少的 而且也一直都在拍摄新剧 往往这都是这部剧还在拍摄 下部剧就已经定下来了 可见如今的任佳伦也是炙手可热的演员 很多人都愿意与她合作 《不说再见》是任佳伦和张军丽合作的 缉毒题材电视剧 讲述的《无敌警察》阴差阳错之下 与贩毒集团头目之女产生情感纠葛故事 这部剧啊杀青比较久了 此前曾有播出的消息 但或许是现在等着等着播出的电视剧太多了 所以啊目前就还在待播当中 《蓝眼图记》是由任佳伦陈晓芸主演的 都市消防救援剧也是比较新鲜的题材 讲述的是市井青年李希成带着救火英雄光环 加入消防中队 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将消防事业进行到底的故事 乌鸦小姐与戏先生是由任佳伦行非主演的都市浪漫情感剧 顾川因为遭受意外心脏损伤 体内接入人工心脏后不能够剧烈运动 不能够有喜怒哀乐 以至于他渐渐的失去了信心 直到遇到江显宁 顾川在江晓宁身上看到了自己失去对生命的热爱和希望 终于重获新生 《一生一世》和《长安如故》其实就是根据《目标非宝》的小说 《一生一世》每人古而改编成的两部剧 一部讲述古代的故事 一部则讲述现代的故事 由任佳伦和白鹿主演 前世今生的故事还是蛮动人的 期待早日播出吧